我们继续的刚才的话题 我想请问我们曼菲姐 因为曼菲姐办了很多大陆艺术家来台湾参访的这个工作 你办了很多的 我知道很多大陆画家来台访问 都是你来安排接待 安排短篮场地 安排她的生活 还有加上她来的时候的一些入境的一些工作 这是很繁琐的工作 这我知道很麻烦的 当然你可能已经很纯熟了 可是好像你办这种 就是带台湾的艺术家到大陆去采访 比较少一点 比较少 那在这个中间 你跟大陆画家接触的非常多 我们刚才讲了两岸的作品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向一向请教曼菲姐 两岸的艺术家的个性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一定很有趣味 是的 因为我们也曾经也有邀请过 也有带我们这边的人著名的团体到大陆去 那么所以他们在说话谈吐上面是非常的豪迈 那么当然他们对我们台湾是非常好奇的 他们一直强调他们从小看到了听到的都是阿里山乐谈 那我们也都跟他们讲得很有趣 就是说真正的美如水的姑娘 还有壮入山的这个男生都已经都下山了 都已经进入我们的这个社会大红颅里了 那所以他们来也许会有小小的失望 但是我们小而美的地方还是有值得他们向往的地方 那我是记得他们也是在尤其是少数民族或者是西北的大漠的地区呢 我记得我们到蒙古去还有到西藏的时候 他们都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然后喝那个奶茶羊奶茶什么 我们当然也很兴奋也很好奇 但是他们都非常向往到台湾来 一心一意地拜托我们把他们邀请过来 可是我们碍于经费 早期他们的经费都有限 那么现在呢他们已经也是经济起飞了 所以他们自己可以负担这个人 对就比较好一点 我们就来往的非常的频繁 所以我们有时候一团一团的一直邀请他们来 那每个人都想尽办法 希望用专业人士或者是绘画的方式来 我觉得我们两岸要互相了解 一定是要来往交流才会互相了解 因为我们相隔了四五十年这么久的时间 毕竟距离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 那在不一样的生活环境之下 熏陶出来的每个人的人格 个性对很多事情的价值观都会不一样的 对 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大家互相的来往 互相的认识才能够 来往久了才会有情感嘛 对 所以说现在常常讲两岸如何统一啊 或者是独立啊这种问题啊 我常常讲啊 你一定要互相来往 互相交流 就像两个人谈恋爱 要结婚也要谈恋爱才能结婚 也不能说 我跟你谈恋爱 你要不要娶我 你不娶我不跟你谈恋爱 这不行嘛 要相处看看嘛 所以现在讲 讲统啊读啊 都不用太去强调 我觉得真诚地互相来往 才会有很真诚地回应嘛 对对 其实用不着 把这个前提讲到在前面 像当初我们艺术家 往大陆去联谊的时候 他们来访的时候 根本这个问题 其实都不存在我们之间的 对对对 并且我相信将来不管是两岸是 是一个什么状况 我们艺术家在这方面 是尽了很大的力量 并且我们这个幕后的推手 是真的是 像曼菲姐这样傻傻呼呼 为艺术 尽心尽力的人还是蛮多的 也蛮多的 也是让我们非常感激 非常佩服的 其实我们在艺术方面 我们算是打第一战 立第一宫进入我们的这个大陆 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国土上去 那么因为那个时候的政治考量很那个 所以我们都以民间 民间的这种立场 所以说绘画 艺术的交流 就是非常提前 我们都不谈政治 我们都几乎 就是全部大家都是在做一些研讨 交流的一些会议 研讨两岸的艺术是怎么样可以跟融合起来 把我们中华的文化发挥得更好 我觉得曼菲姐做的事情 一般的人讲说 我们能够了解到大陆画家在画什么 大陆艺术家在做些什么 但是我以我很多次到大陆展览 访问 我的心得是 其实不是光把大陆的画家的画风 带到我们这来 而是我们也把我们的台湾的画家 他认为台湾只是 那当初说台湾只是经济发达 他没想到我们的艺术也是这么发达 我知道艺术跟经济 当然我们是一个互相互为一体的 对 有经济的时候艺术会发达 我想没有经济的时候 艺术还是能够抚慰我们这些人的心 心灵身处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就是跟我们曼菲姐 很畅谈的艺术这一块 真的是非常感谢曼菲姐 我们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邀请到她来 跟我们把她多年的 努力的心得 来让我们能够了解 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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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